今天猫熊说禁忌给大家分析麦迪一对一单挑一接连 作为NBA超级球星麦迪深受广大中国球迷喜爱 麦迪的天赋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 他有出众的身高 修长的臂展 出色的弹跳 完美的身体协调能力 以及良好的手感 尤其是飘逸的球工 被人如此受罪 2012年 33岁的麦迪加盟青岛男篮轰动中国篮球界 那个赛季中 他和男篮一个一级年也有过精彩对决 当时青岛男篮对阵广东男篮 第三季还是三分多钟时 麦迪持球一对一单打一级年 其他队友全部拉开 接下来本场比赛最精彩一幕发生了 只见麦迪大秀CM高的接球脚步 随后飘逸干嘛三分稳稳命中 慢进度回报可以看到 麦迪的控球出色 脚步风骚出手迅速 一几年使出上前方块 结果差点摔了一跤 看后网友们分科评论到 本以为是神仙打架 结果却满天尴尬 行为是神仙打架的